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财经日报 美国的国债绝对不可以违约 但是它的两档 互相指责的游戏使得民主党执政 但是也不肯让步 共和党要求削减预算 民主党不肯同意 所以在星期五的时候 先由McCarthy宣布停止协商 接着晚上再回来协商 一个小时以后又退出 目前是陷入了僵局 而这个僵局如果美国违约会导致经济崩溃 相互指责救不了任何人 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答案 可是政治的僵局 有的时候跟领导人本身的智慧是有关系的 尤其如此的对他们来讲 好像2024虽然还隔了一年半 但是每个人都觉得非常靠近他们 纽约时报说如果美国国债维约的话 它的深远的影响 从金融市场冲击破产衰退 而即使你们有维约 对美国的信心也会动摇 根据智库的预估 6月1号虽然Jana Yellen说会违约 但是他们说当天的预期 会有750亿美元的收入 所以正式的违约日期 如果没有达成最后的协商时代 6月2号将会出现220亿美元的缺口 美国前财政部长Lawrence Summers说 债务上限的降局是一个愚蠢的做法 如果真的出现会使股市损失6兆美元 上次标普在2013年的时候 那次美国差一点 default 差一点违约 结果造成了标普大跌了15%左右 全球的领导人现在都密切地注意 美国国债的债务上限的降局 结果又快到这一天 美国再度进入倒数计时的惊险时刻 距离债务违约就差十天 财长叶伦对美国的财务状况 游行重重 在一封治国会领袖的信函中 他重申联邦政府的资金就快用尽 并敦促国会迅速调高债限 以免美国破天荒第一次违约倒债 事实上美国之所以至今 尚未突破31.4兆美元的债务上限 还能持续支应开支 全是靠财政部动用所谓的非常手段 然而非常手段不可能无止境地延续 目前唯有靠国会调高美国举债上限 才能让入不敷出的美国不至于违约 增结点在于 有共和党组长的众议院 不愿无条件调高债限解除危机 而是趁机要求美国削减巨额赤子 但共和党和民主党对于该如何削减赤子 立场南辕北撤 几度过招之后 近日债线谈判进入新阶段 也终于见到希望的曙光 拜登强调美国从没有违约过 以后也不会违约 他的谈判对手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也释出乐观讯息 表示比起一周前 双方分歧稍微缩小了些 但真的没那么困难吗 花府僵持不下的政治气氛 令许多人满腹狐疑 不过一天的时间 麦卡锡的态度幡然改变 协商突然按下战情键 共和党方面暗示 谈判一大焦灼点 在于如何控制联邦政府的开支 共和党希望更大幅度的减支 但不愿接受加税 峰回路转 几小时之后 双方再度坐上谈判 看着 凸显事态的紧急 随着实现一天天逼近 不少专家开始认真思考 万一真的倒债 到底会是何种情况 市场老鸟则犹如金公之鸟 直至美国倒债违约 将犹如金融市场的世界末日 市场人士恼怒不解地 看着这场自找的危机 比喻为两台车辆朝对方 及时的胆小鬼博弈 IMF的前首席经济学家 不认为双方的车头 真的会互撞 但风险仍不容小觑 规模二十四兆美元的美国国债 是金融市场的股干 对于抵押贷款利率到美元 都有着关键影响力 也有着绝佳的信誉 纽约时报分析 万一美国真的错过 偿还本金利息的时间 金融市场会开始土崩瓦解 全球股市企业债和美元汇率 可能都会崩跌 以二零一一年为例 当时国会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之前 标普500指数在两周之内 就中错了百分之十七 美国有七千万人支领社会安全福利 其中四成的人 衣食住行全仰赖这笔费用 还有几百万联邦雇员 超过两百万军人 八十万邮政人员 机场安检人员的薪水也将五招 拜登在指示高级幕僚和共和党代表 持续马拉松协商后 飞往日本广岛参加G7峰会 但取消澳洲和巴布亚纽基内亚的行程 提早赶回华府继续债线磋商 期望在周末能达成协议 然而随着共和党的谈判条件曝光 拜登透露出可能妥协的迹象 民主党内的自由派开始反弹 共和党要求收紧申请社会安全福利的资格限制 可能影响数百万低收入户 凤蒙特州民主党参议员桑德斯等人 联合致函拜登 指出共和党要减赤 但却不愿多征收富人和大企业一分钱的税 他说我们不能被勒索 牺牲那些最无助的人来平衡预算 却放过最富有的人 民主党籍议员表示 若拜登做出此等让步 无疑是踩了他们的红线 因为将把许多民众推入贫穷 他们无法接受 桑德斯并呼吁拜登绕过国会 直接援引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 宣布调高债线 但这无可避免会引发宪政危机 甚至法律诉讼 上次美国惊险的逼近倒债边缘 是在2011年欧巴马日内 大西洋月刊资深主编布朗斯坦说 这回共和党更右倾 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自己实力也较弱 令人对前景更加忧心 美国在1917年开始有 债务上限的机制 当年债务仅占美国GDP的10% 今年则预料将超过100% 赤字如此之高 不止共和党 拜登政府也急于减斥 美国政治体制奇特的设计 让举债上限成了一枚不定时炸弹 能不能顺利拆除隐形 大概是此刻金融市场最关心的议题 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美国国债 慢慢丧失信心的情况下 全球2023年首计减持美债的主要国家 第一名是比利时 其实一月开始就是比利时 到第三月还是总共178亿 德国152亿 科威特92亿 巴哈马62亿 法国46亿 瑞典40亿 沙热地阿勒博35亿 很多人会问那中国呢 事实上中国在第一个月的时候 它是排第八名 到三月份的时候 它不止没有减持 为了美中关系的缓和 还增持了205亿美元的美国国债 而为了减持美国国债 全球央行的储备 就增加了黄金的储备 让我们来看 在黄金储备里头 美国自己本身 本来就是要求全世界 以美元为世界货币 所以拥有最多的黄金 而其他的国家呢 在过去以美元为货币 是不需要组存黄金的 可是也开始组存黄金 其中最有危机意识的是 德国主存了3354.89吨 然后意大利呢 是主存了2451.84吨 法国是2436.81吨 法国是从1965年 大概就喊出来要组存黄金 结果目前为止 它只排第四名 德国已经悄悄的是第二名 俄罗斯反而还落后 这几个国家 只有2326.52吨 中国只有2068.36吨 瑞士是1040 日本是845.97 印度是794.62 荷兰是612.45 所以很多人从美中注定一战 脑袋里头想坚持 最多的一定是中国 黄金出费最多的是中国 事实跟你想的并不完全相同 或是完全相反 中国正在希望缓和美中冲突里头 大幅增持美国的国债 而如果没有中国跟美国之间 双方一定的谈判 中国也不会做相关的一个 这种准备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最重要的 全世界发生的大事 文明叫做美中冲突 其实真正的是人工智慧 而最近 OpenAI的创始人 奥特曼 他呼吁美国国会 为AI的系统 制定一个安全标准 他自己是发明人 Sam Altman 为什么他会要求这件事情 事实上你现在所看到的ChangePT 刚开始的时候 他有一个试用版 这试用版还交给很多重要的 科技记者都去使用 结果有一个 纽约时报的记者 在使用他的初试版的ChangePT的时刻 那个人不是人 那个聊天机器人 开始引诱了这位科技版的记者 很快的他们OpenAI 把这个给收回去 重新再写一遍 然后才拿出来 所以他很了解 当AI有所谓的Deep Mind 他可以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思考的时候 他会跑出一个人类 难以控制的问题 所以他在这里头特别提醒 人工智慧不是说 你今天想要打仗 你把飞弹加上人工智慧 你按下去按钮 你告诉他你该打 他就出去了 他发生错误的几率 或是他自主性的几率 或者他被旁边一些哪些人 随便测动的几率 因此就发生了世界大战的几率 或是人类不幸的几率 会越来越高 而美国的证交所 SEC的主席还说 他认为下一场 人类的金融风暴 类似2008年这样的金融危机 将由AI来引发 当然现在呢 全世界很多初创公司 是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 很多风投公司 都把更大的手笔 投在AI的初创里头 没有人在关心 AI的监管问题 美国的五角大厦 跟着说 我们监管人工智慧 结果中国跟俄罗斯 不会监管 所以我们不可以监管 但是这些为人类文明思考 以及世界即将失控的人 在这个时刻 包括Open AI的创始人 都说一定要监管 那想要钱的人就说 来呀来呀 把钱投进来 我们赶快去 接受这个大风潮 大浪潮 在这里头 We can make money 但是真正了解AI的人 尤其是了解AI的整个 所有最后 可以激起自己本身 人工智慧 自己一直生成 一直学习 一直生成 一直学习 其实人的学习能力 是很慢的 而且还会失忆 但是他不会忘记 而且他学习能力 可能比你快 美国参与司法委员会 一场特别举行的AI听证会 一开头出现了这段声音 是谁在说话 民主党籍参议员布鲁蒙索 似笑非笑地 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这段开场白说明了 中的闭门会上 美国两党国会议员们 关切的重点 我们可能会看起来 我们可能会看起来 一种最重要的 技术的技术 技术 在人生的历史 我认为 我的问题是 什么样的 技术 是它会不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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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能力 和力 和学习 在世界上 在世界上 能够 能够 成为 平常的 人生 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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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 阿强 过去数月以来 OpenAI所推出的产品ChatGPT 在全球掀起了新一轮的人工智慧浪潮 并且冲击了各个领域各行各业 而与之相关的AI监管问题也在全球展开 OpenAI执行长奥特曼亲自出席了这场听证会 连他自己也呼吁国家应该成立专责机构来带头监管 ChatGPT去年底上线以来 至今年四月已吸引至少18亿人次点月 在全球最多人造访的网站排行榜上冲到第17名 越来越多人对ChatGPT好奇造访就更加速其进化 奥特曼认为因为AI模型创造一套安全标准 用以评估其风险 AI大模型必须通过某些安全测试 例如他们是否能够自我复制或者摆脱人类控制 而专家对模型在各个指标上的表现也可以进行独立整合 用户可以决定各资数据都不要公开 让ChatGPT能够搜寻到像是工作健康与财务往来记录等等 目前包括加州科罗拉多康乃迪克等美国多个州 已有地方法令禁止AI在客户未同意前分析各资 奥特曼虽然提出人工智慧可以解决人类许多问题 但他已警告AI也可以强大到改变社会 听证会上几名议员便提出担心人工智慧被用来传播虚假信息 或操纵选民影响选举的结果 因为争议国大在此之中 以前曾有不少专家联署暂停大规模人工智慧模型研发 在听证会现场的纽约大学名誉教授马库斯及时其一 但他解释联名的目的并非要求暂停研发AI 而是希望在具备规范安全的AI管理措施之前 暂停部署比GTP4更大的AI模型 现阶段要将超级AI交给一般普通人使用 还是太快 太冒险了 奥特曼则表示 在完成GTP4的训练后 OpenAI六个月内无计划提出更高阶的版本 而另外外界关心的是 它会让很多人失业吗 一同出席这一次听证会的同业 IBM首席隐私事务和信任官蒙哥玛丽也强调 可以仿效欧盟的法律来监管AI 并针对特定用途来加以规范 而非监管AI这项科技本身 并且正视此项科技的发展 对于生成是AI的监管 与上一波人工智慧的不同在于 它能够将资料跨境 智慧财产权 个人资讯保护等问题放大 美国总统拜登曾表示 人空智慧是否危险有待观察 并指出如果有害 使用该技术将进行该运 这场参院听证会至少是个开端 奥特曼没有如其他高科技巨头般 被议员们围攻 他姿态放得很低 对于生成是AI的发展 听得出他同样也有着困扰 毕竟这项新奇的科技 让人们既期待又怕受到伤害 Fox China做了一个民调 对于社会而言 人工智慧是好的还是坏的 认为是好事占38% 认为坏事占46% 因为他的确会做坏事 但是他也的确帮忙很多事情 Fox China说问很多民众 该不该监管 政府该不该监管AI 赞成的人高达76% 只有20%的人反对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美国的经济 国债违约是两档的恶斗 那另外一个真正深层的问题 是美国的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 美国的政治恶斗 背后还有美国 有将近9千万到1亿的人 他们是生活在 入不敷出 越来越多家庭 只靠信用卡来支付消费的状况 所以美国要不要再升息 美国联主会的主席鲍威尔 发出了一个短暂的声明 在本周六月的时候不会升息 但联主会的官员暗示 即使六月份不升息 但是不代表会暂停升息 可能是延到七月份的升息 整体而言 美国联主会要到2024年的时候 才会降息 这是联主会现在很大的一个争论 为什么 你什么时候降息 什么升息 就牵涉到美国银行的风险 这是美国现在经济里头最大的 再下一个问题 那银行因为升息的结果 它就紧缩贷款 紧缩贷款还是降低 它可以所得到利润 而很多人又开始担心 因此银行就被大量的存款提走 所以美国一些银行的倒闭 在过去形成了很大的金融的动荡 而在这一刻 美国联主会主席 就特别会晤了华尔街几家 大银行的CEO这很值得注意 也就是说他正为几家 可能倒闭的中小型银行准备 他说或许银行也要进一步准备 类似像前一阵子 First Republic Bank 最后被JP Morgan并购的情况 可能还要再发生 请你们这些大银行的CEO来准备 而美国这些地区型的中小型银行 目前为止 虽然看起来 最近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但它股价一直跌 所以很难获得喘息的机会 近期的存款 虽然增长了20亿美元 例如其中一家银行Western Alliance 但是它虽然带领了股价走高 人们认为只是一个一时的现象 所以美银的风险 被正式提出一个报告 我们来看以下的报告 为大家做出相关的整理 恐惧又担忧 伤害经济成长的两大心理因素 持续弥漫美国金融市场 联总会5月8号公布 金融稳定报告 和资深核待人员意见调查 都指出市场和业界 对美国金融现况 和经济前景 依旧充满不安 联总会用来评估 国家金融和经济健康 访问市场专家 经济学家和学者等的 金融稳定报告指出 银行系统压力 不动产风险 持续未销的通膨 紧缩的货币政策 和地缘政治紧张 是未来一年到一年半中 最主要的经济隐忧 也是风险来源 首先从通膨风险谈起 如果通膨比预期 更加顽强 利率可能会长期维持在高点 导致家庭和企业的 常在能力吃紧 家具市场波动风险 美国多数商业和住房抵押贷款 都是浮动利率 一旦继续升息 需要偿还的利息将跟着增加 前联总会副主席奎尔斯 5月12号也表示 高利率时期将会比大家预期的 维持更久 地区银行承受压力的时间也将拉长 银行笼支成本增加 加剧市场流动性压力 奎尔斯警告 美国地区银行的危机 还没有结束 联总会5月3号宣布 只升息一码 市场预期 这会是最后一次升息 但联总会官员包满的谈话 预示在10月率下降 薪资成长的状况下 联总会还是以打击通膨为优先 主席鲍威尔被问到 2023年是否会降息时 也斩钉截铁说 不会降息 联总会持续升息的话 银行系统风险也将跟着提高 虽然报告中指出 银行业整体来说保有韧性 具备吸收损失的能力 这要归功于联总会等 监管机构的干预措施 银行融资相对稳定 流动性充裕 但部分经历 大批存款外流的银行 持续承受压力 市场对经济前景 信贷品质和融资流动性的担忧 会导致银行收紧信贷 推高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 同样会造成经济活动减少 另一份资深核待人员意见调查处显示 2023年3月开始的地区银行风暴 促使更多美国的银行 在2023年第一季度 收紧对企业和家庭的贷款标准 也就是要求更高的信用积分 索取更高的利息 或是要求更多抵押品 对最高贷款额度设限等措施 早在联总会持续升息下 前三个季度的调查已显示 银行陆续收紧贷款标准 预期放贷标准 2023下半年还会进一步收紧 这份调查是联总会每个季度 访问美国的国内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 共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了解银行信贷现况 以决定如何调整利率 调查显示 46%受访银行收紧 对中大型企业的信贷标准 46.7%收紧对小型公司的信贷标准 另外对绝大多数的消费者贷款同样收紧 包括车贷 房贷和信用卡债 借贷成本提高下 贷款需求也降至2009年以来最低 55.6%银行通报 中大型企业贷款需求减少 信贷标准进一步收紧的话 预期企业会减少招聘 限制也无扩张 消费者减少预知性开销 也会造成经济放缓 反映美国消费者对目前和近未来 经济环境看法的密西根大学 消费者信心指数 5月的初值报告显示 消费者信心从4月的63.5 下降到57.7 对于目前的经济健康指数 也从4月的68.2 下滑到64.5 对于接下来6个月的经济展望 同样从4月的60.5 跌到53.4 受访者还预期到2024年 通膨都不会降到联总会期望的2% 密西根大学指出 虽然总体经济数据 没有显示衰退的迹象 但在线危机和银行风险的 负面经济新闻持续笼罩 导致消费者对经济的担忧加大 美国经济衰退的警告 早从一年多前开始浮现 但这回的警告不同在于 更高的利率和收紧的信贷 还有民众的悲观预期心理 都会抑制消费 然而消费性支出是经济成长的一大驱动力 多位经济学家预估 美国2023下半年将迈入积极衰退 坚持衰退不会发生是太天真 温和衰退就值得清醒了 不论大家觉得 将怎么样的制造灾难取代你的工作 它就像当年的工业化一样 它是势不可挡 就是一个浪潮 而在这个情况你怎么办 如果你是一个像台湾这样一个社会 你在学校里头你不会学到 很小就要开始写成诗 怎么学习玩robot 或是你没有进入一些贵族学校 或是其他第三世界的国家 或是你的英文不够好 你没有办法去学习这件事情 你该怎么办 过去我好几次访问了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可以说是人工智慧的重镇 C-CEL C-CEL中心就是简称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关于人工智慧的重镇 而它的主任Denal Ruse 本身被选为全世界AI里头 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人物之一 我专访它的时候 不是访问它什么叫做人工智慧 在非常多年之前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多次的我们都去专访 跟人工智慧有关的议题 长年下来 有一次我坐下来问他 如果你面对Brukeling的一个小孩 你怎么回答 他的人生在哪里 你面对一个第三世纪的小孩 当人工智慧 你最伟大的科学家 发明到这个程度 他的未来在什么地方 他有什么方法 可以克服 他是一个被人工智慧所消灭的人 他的答案告诉你 把英文学好 上线上课程 你只要上网不是玩Game 玩TikTok 玩抖音 玩搞笑 玩干什么的 而是好好的学起码的英文 然后好好的上网 做线上课程 上网学习 在网路 不管你在地球里头哪一个角落 MIT Stanford 好几个学校 都有这些免费的网路课程 这些线上的课程的选择 非常的多 你在里头一个一个上网 不要让时代淘汰你 不要让学校 或是跟不上的学校放弃了你 赶快跟上人工智慧的时代 而我们取得这个相关的画面 文献的世界之报 付出相当多的费用 也付出很大的 很大的采访费用 我们做这件事情 完全不是为了电视台的收入 完全只为了一件事情 我们希望你或是你的孩子 是有机会的 2016年 文献世界周报采访团队 再度进入麻省理工学院 MIT的电脑科学与人工智慧实验室 C-Cell 也再次专访这个全球 受去一纸研究机构 历来第一位女星主任 Daniela Ruth 现年60的Daniela 诞生于铁幕时代的罗马尼亚 后来随着父母逃亡至美国 有个科学家父亲 Daniela的数理也极为优秀 她在康乃尔大学 取得电脑科学博士学位 2004年起任教育MIT 2012年 结下C-Cell主任的棒子 自从我们2016年采访她后 这些年来 她因为对机器人技术的 杰出贡献 得到的肯定又更多了 除了2015年 入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士 2020年 她被任命为 白宫科技委员会顾问 2021年 被列为AI杂志的AI领域 前十大最具影响力女性 2023年 获得美国电子电机工程师学会的 机器人与自动化技术讲 身为机器人专家的Daniela 对于推广运用机器人 有着无比的热情 但一般人对于机器人 抢走人类饭碗这件事 直觉的反应是惧怕抗拒 尤其这些年来 随着电脑运算的发展 一日千里 人类对机器的恐惧 恐怕只是更深了 当年主持人问她 如果让她去底特律 面对工会 她会跟他们说什么 让你去 Detroit 去讨论这些务联系人 是的,so on a factory floor you can imagine a robot doing some of the routine tasks so you could focus on some of the more advanced tasks. It is not the case that today's robots can do anything. In fact today's robots are really quite simple machines. But they can do things much better than we can. Okay,so they can crunch numbers much better than we can. They can lift much heavier objects than we can. So they can do some things to empower us to focus on other things. And ultimately I really imagine human-robot interaction in all activities whether it's in the home or on the factory floor or on the road where the human and the robot can form a partnership that will make the driving experience much more pleasant. Daniela said that the software is the help of human beings. Its existence makes our lives better and not to protect human beings. Three years ago, she attended the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of the A.I. 論壇. As a whole, I imagine a world where machines can take care of the low-level routine tasks while giving people the ability to focus on high-level strategic critical thinking. 2022年10月間, Daniela投書國會刪報也以新冠疫情肆虐期間全球供應鏈遭受破壞為例,表示自動化可以解決港口和物流業人口短缺的問題。 她在文中指出,美國就業市場一度有550萬個職業缺工,航空、製造、倉儲和物流等行業更大受衝擊。 她寫道,自動化不是意味著用機器人取代員工,而是研發更高效能的庫存管理軟體,利用掃描或輸送袋等系統,讓人類的工作更容易些。 我真的看到技衛生成為一個優勢的優勢。 我真的看到技衛生成為能夠支援所有人。 許多的故事我們今天讀了恐慌,而不是想念人們。 我 would love to do my share, to contribute to how people dream about how their lives can be made better by technology. 在當年的專訪中,身為教育者的Daniella認為,應該及早讓孩子接觸電腦運算,從小做好未來和機器共事的準備。 它們是影響了全部。 總之,這兩種ному館的2種,所創造的問題。 理論是辯呈現時的一種計劃。 理論,竹工學生成為基地理理理課。 它們這次的科學生成為科學生成為了全面。 科學生成為了很延誤的雖然。 數字以內,科學生成為寫字,寫字,寫字,寫字。 所以,我們必須為主要的教學生成為執小學、寫字。 我們可以網上寫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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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字。 因为它比较设计 它是一个方向 解决问题 Daniela主张 从中学开始学城市设计 文庆的世界周报主持人反问 何不更早开始 之前在我们的专访中 她也说确实可以透过游戏 让更小的孩子 接触电脑运算 以及演算逻辑思考 在2018年 MIT科技评论的 《如何拥抱机器人未来》 影片中强调 如果从幼稚园起 就让孩子熟悉电脑运算逻辑 就可以训练未来 准备迎接与机器共事的劳动力 我们需要幼稚的才能 幼稚的才能 幼稚的才能 实际上 美国职务协计的数据 接下来70%的 的学生职务协计的 未来的年纪会 会在数据中 的数据中 我们有很多 的数据中 主持人也不忘问及弱势族群 资源短缺的他们 又该如何跳上AI列车 摆脱列史 比如说若被邀请去布鲁克林 他会对当地的弱势族群学生说什么 Daniella笃定地回答 她的答案都一样 卸程式是种超能力 即使学校没提供相关课程 网路上有太多线上课程可供选择 用来喂养大脑养分 尤其如今提供大规模开放式 线上课程MOOC的平台更多了 不管在地球哪个角落 只要可以上网 有些课程需要付一些费用 就可以注册学习 Daniella总是生动地想象 机器人改善人类生活 也热切地推广机器人的益处 我认为有机器人的工作 然后我们必须考虑如何 我们认为人的训练和机器人的 所以它不是人或机器人做的事 它是人和机器人支持一样 机器人是一个工具 它是一个智能工具 现在与职业务 它是正确的 职业务务是改变 而且没有进行过来 这就是提供 某温柔和恐慌 去人们 这恐慌是意识的 但 另一方面 有很多理由 为了optimism And I think we as people have, we are much better at thinking about what might go away than at imagining what could come. So self-driving cars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So in autonomous driving, the idea is that we yield our, the control power for the vehicle to the machine. And this is, this is really kind of exciting to me, but it's better to think about this transfer of power as having a friend that is supporting you in the car, maybe watching your back on a treacherous piece of the highway. Or maybe in the future, the cars will even keep track of our personal life and know that maybe we forgot to call our mother because it was her birthday. And by driving, by taking over control of the vehicle, the car would make the placement of that call very natural and easy. I would like to see the creation of a suite of stores called 24-hour robot manufacturing, where you can walk into the store at any time. and you can say, okay, tomorrow I have to go to work and I have a cat that needs to be entertained while I'm at work. So I need a robot to entertain my cat. And then with a little bit of support from perhaps an intuitive user interface and the shop designer, you could design this, this robot. And for not much money and quite fast, you could actually fabricate it. Here is some coffee and sugar for you. Here is some coffee and sugar for you. 奇想嗎? 誰也說不定. 如同十多年前,我們沒有手機、沒有社交媒體,但如今已無法想像沒有手機的生活. Daniela,這些懷有遠大夢想的科學家,正在形塑我們的未來。 在人工智慧的時代裡頭, 其實很多公司,它開始用相當多的人工智慧,現在已經出來的CHERGPE,取代非常多的工作,甚至可以取代會計師,取代律師的工作。 律師不過就是把過去的判決整理出來,然後做出理路,那CHERGPE當然可以做到這件事情,會計師也是。 那這些工作還是我們認為過去白領階級的工作,更不要講到有一些秘書型的工作,或是比秘書多一點點writer的寫作的其他簡單的報告的工作,CHERGPE都可以取代。 而這往往就是青年一畢業的時候可以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或是你一考上律師可以得到的工作,大律師在法庭裡頭可以辯護,可是如果你只是一個年輕律師的時刻,你可能只能整理相關的一些卷宗跟資料等等,這個你通通都被取代掉。 所以越是一些國家,它現在假設很快的發展人工智慧,而它本身呢,在既有的製造業已經夠成熟的時刻,它的年輕失業率就會特別的高。 我們來看現在所整理出來的事情,這代表那個國家將來會面臨重大的挑戰跟動盪。 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因為青年本身的失業率一旦高,就是動盪的開始。 中國本來是在3月份的時候是19%,現在已經高達20.4%,德國現在還維持5.6%,日本4.7%,美國7.5%,印度也高達23.6%,所以不要覺得印度有多好。 這些動盪其實是很危險的,因為年輕人當他失去了工作,而且是畢業生沒有工作的情況之下,他是最容易走上街頭抗爭的。 中國可能會鎮壓,印度是一個民主的國家,英國也高達11.3%,法國更高達17.9%,所以我們會看到一個動盪的法國,一個越來越極端主義的法國。 這就是整個ChatGPT或者是整個人工智慧越來越發展之後,所有青年人要面對的問題。 所以請你不要沮喪,好好地在線上學習。 我們希望目前世界之報跟財經之報可以對各位不只是報導國際,可以對你的人生有所貢獻。 謝謝你收看今天的世界之報跟財經之報,我們下個見,拜拜。 我們下個見,拜拜。